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秀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经文 每每聊到2024年是川普当总统 还是贺锦丽当总统 这两个人谁当总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对整个世界和平的影响 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很多人都说如果川普当总统的话 那么中美关系将会转好 为什么会转好呢 因为川普是个商人好收买 也有人说贺锦丽的副总统 不是跟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吗 所以贺锦丽当总统 美中关系会好 其实我个人觉得战争与和平 美中关系的好与坏 无论川普或者贺锦丽 哪个当总统 基本上走向都是一样的 美中之间的冲突不是川普个人的问题 也不是贺锦丽个人的问题 这是两个国家 在整个世界格局的竞争上面 中国产生了取代美国这个想法 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 看待整个世界的眼光不一样了 这就令到中国跟西方国家 包括跟美国的关系 发生了一个变化 那么现在美国总统大选还在如火如荼 结果还没有出来 但是其实我们从目前发生的新闻可以看到 美中两国在未来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 无论谁当总统 恐怕都会越来越大 何以见得呢 我们来看 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还有新华社发了消息 在当地时间8月21号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到莫斯科访问 在莫斯科见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中俄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 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 这也是国际社会 特别是西方国家 北约国家看待中国眼光 用和平的眼光去看 还是用未来战争眼光去看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李强在见普京的时候 按照新华社的说法说 李强指出 你看我们从李强指出这四个字 可以看到中国官方媒体 包括中国的外交部的网站 他们在现阶段如何看待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很密切是一回事 但是在中俄关系当中 谁是主谁是赤 我们从这个李强指出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因为毕竟李强是客人到莫斯科去访问 但是呢 你看新华社的报道当中 通篇都是李强告诉普京 习近平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李强指出中俄关系如何如何 俄罗斯在俄国战争背景之下 现在有求于中国 那么平时的一些举措呢 看起来当然是以中国为主 中国也很享受这种中俄关系的变化 我们要知道 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呢 可以说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呢 也是非常的强硬 或者有些时候呢是十分冷淡的 特别是在斯大林执政期间 所以说今天中国在经济上超越了俄罗斯 在影响力上呢 也可能超越了俄罗斯 这中国的看法 并且俄罗斯现在处在 整个战场的局势 岌岌可危这样的状况下呢 中国看待俄罗斯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但是实际上 中国经济超越了俄罗斯 但是在军事科技上 中国还是有求于俄罗斯的 那么这也是我们要讨论 李强这次到莫斯科访问目的何在呢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李强指出 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推进 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会 中方呢愿意同俄方 在巩固传统领域的合作 同时努力开拓新兴领域的合作 更加重视用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驱动合作 不断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句话的内涵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在俄乌战争 正在进行当中 虽然说在战场上还是焦灼状态 但是似乎美国 北约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 现在还是强有力 乌克兰得到了很多新武器 包括F16 乌克兰呢 最近也攻入了库尔斯克 那这是在二战结束以来 第一次有外国军队 大规模的攻进到俄罗斯的领土 这一点对普京来说 是个莫大的耻辱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 中俄之间应该谈什么呢 当然是谈中国如何援助俄罗斯 来继续打败 在战场上打败乌克兰 最好能把整个乌克兰占领了 最起码也是让俄乌战争 这种发展呢 让北约 北约当中的 特别是美国 把他的军事力量 转移到欧洲去 这是中国的想法 但是你看李强 这次访问俄罗斯 完全没有提 什么中俄关系无上线 完全没有提 这个俄乌战争 中国的这个立场 完全没有提 中国愿意调停 俄乌的这个和平谈判 李强强调的是什么呢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深入的状况之下 中俄应该如何如何呢 重视用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驱动合作 从科技发展方面 俄罗斯跟中国相比 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但是俄罗斯在科技发展方面 在中国面前唯一 能够有一些优势的 就是他的军事科技 为什么李强 这次访问俄罗斯 要强调这个新科技 还有这个产业创新方面的合作呢 普京在会面当中 则表示呢 俄方愿意同中方一起 加强互惠互利的合作 你看普京的讲法就不一样了 互惠互利的合作 推动中俄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 我们可以看到 李强讲的是 我们两个合作 要重点在这个新科技 新产业 而普京说的是 我们两个合作 要互惠互利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解读出来 现在中俄关系 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 俄罗斯有求于中国 对不对 对 俄罗斯有求于中国什么呢 当然是军事方面 特别是军事武器的这个援助 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呢 一直是不敢公开的 大规模的援助俄罗斯 而中国希望俄罗斯什么呢 你都已经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你过去对我这个禁止 向我出口 向我传授的一些军事科技 是不是可以给我呢 包括我们之前经常讲的 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航天工业 特别是在第五代战机 第六代战机这里取得突破 发动机始终是中国的一个瓶颈 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卡脖子项目 俄罗斯的发动机 对于中国的航空工业来说很重要 那么这方面中国是希望俄罗斯 能够在一些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方面提供一些资源给中国 让中国可以利用俄罗斯这个基础 来发展更高的科技创新 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 因为你现在的发动机技术比较好 对不对 你把你的技术全套给了我 我在你的基础上我有钱 我在可以从我引进的一些人才 比如说中国从海外回来留学生 他们是学这个科目的 让他们在你的基础上再研发 那我有更先进的发动机 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对抗美国的军事压力 所以说李强访问俄罗斯 我个人的理解 各有所需 中国需要的是俄罗斯的军事科技 而普京强调是互惠互利 你要让我把军事科技转移给你 那你要在我目前俄乌战争处在一个胶着的状态下 你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可以援助我 让我改变这个胶着的状态 让我能够打败乌克兰 所以这是中方和俄方表述的不同的立场 和不同的对未来的一些愿景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我们知道前一段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很多 比如说零件 比如说一些半导体的配件 这些援助俄罗斯 让俄罗斯的军事工业能够继续下去 在这点上 美国向中国在前段时间提出了强烈的警告 这个警告是什么呢 如果中国再这样下去的话 美国将会制裁中国的金融业 大家不要以为制裁中国的金融业 很多人以为说 你看你金融方面制裁俄罗斯 你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 制裁中国那什么效果呢 你不要忘记了 中国在国际贸易系统当中的分量 要比俄罗斯重得多 所以制裁俄罗斯在金融方面 没有产生效果 不代表制裁中国的金融行业 不产生效果 特别是一旦这个制裁蔓延到香港 对港元和美元的联系汇率产生冲击的话 那么这对中国的经济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 为什么美国说要制裁中国的金融行业 而没有动手呢 是不是美国不敢动手呢 不是 反过来是中国过去在俄乌贸易当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些 中小银行 一些地方银行 商业银行 在跟俄罗斯结算方面 开始大规模的收缩 这一点呢 已经被俄罗斯的媒体所证实了 那么如果中国再这样下去的话呢 俄罗斯就等于不可能像过去一样 在一些军事工业上 在一些武器装备零件上 能从中国获得援助 那么这就令到俄乌战场上 将会出现更大的压力 所以说这次李强访问俄罗斯呢 很有可能双方在这点上呢 在习近平的框架之内 李强要跟俄罗斯总统普京 要谈出一个结果出来 俄罗斯为什么这么急于 要跟中国互利互惠的合作呢 彪下公俄第2转便 最后参照人员主国 推荐给烟 一些东西 黄型资本 俄罗斯为什么这么急于要跟中国互利互惠的合作呢 这当然是在俄乌战场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来看李强访问俄罗斯同一天 8月21号 乌克兰使用海马斯火箭对库尔斯克地区的一些桥梁进行了轰炸 这个轰炸造成的效果 据说是令到2500名俄军没有办法撤离这个地区 没有办法撤离这个地区 我觉得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这些俄军如果要在这个地区跟乌克兰军队作战的话 桥梁被炸断了 他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补给 这样的话呢 等于他们被困在这里 乌克兰军队不用攻击他们 等他们吃的用的用完了 他们自然就会出现一个崩溃的这个状态 而乌克兰的特种部队还有这个无人机呢 不断攻击俄罗斯的工程设施还有炼油厂 让俄国在后勤装备上损失惨重 这种情况再蔓延下去的话 俄罗斯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乌克兰为什么会进入库尔斯克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唯位救灶的方式 希望俄罗斯从乌东战场上撤出军队 普京看来呢不想上这个档 因为他也知道 他一旦松口的话 乌东的乌克兰的军队很可能会发动一个反攻 这样在乌东就很明显乌克兰夺回大片备战领土 这样让欧盟让北约这国家在援助乌克兰方面呢 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拜登也好或者是欧洲国家也好 是希望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乌克兰这次攻进库尔斯克 美国和欧盟国家说我们不知道 我认为不可能不知道 因为过去北约国家 包括美国是不允许乌克兰 在俄罗斯的领土上使用他们援助的武器 现在这个约束已经彻底被打破了 所以说乌克兰这次进攻库尔斯克 一定是北约国家在背后最起码是默许的 那么所以现在普京不上当的话 那么普京怎么办呢 普京一定要解决这个库尔斯克的问题 根据媒体报道 普京现在下令在10月之前 将乌军驱逐出库尔斯克地区 但是以目前状况来看 我觉得这个目标恐怕很难达到 因为如果你不投入更大的兵力的话 你怎么把乌克兰军队驱逐出去呢 靠现在仅有的这些部队 并且被乌克兰炸断了这么多条梁 当后勤补给跟不上的话 那么他的作战能力 俄军的作战能力就一定会下降的 所以目前普京说10月之前 有些媒体报道说10月1号之前 听起来呢 好像是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 送上一份厚礼 把乌军赶出了库尔斯克 能不能做得到呢 这里边有个非常大的疑问 但是我们刚讲了 除了李强访问莫斯克之外 中国最近有一系列的高官访问莫斯克 这些高官不但有政府的高官 还有军队的高级将领 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佛明 在莫斯克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司令 李乔明会面 中国的军队的陆军司令访问莫斯克 这个访问呢 我觉得比李强访问莫斯克 恐怕来的更加引人猜疑 俄罗斯卫星社还有塔斯社报道说 李乔明是应俄罗斯陆军总司令的邀请 前往俄罗斯进行工作访问 其中呢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中文报道当中 使用了值得注意这个词 来形容双方在探讨军事合作的议题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这个报道呢 李乔明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的副部长佛明 双方讨论了当前两国共同关心的军事合作的议题 什么是两国共同关心的军事合作议题呢 俄罗斯的媒体报道当中没有提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 那中国解放军的陆军司令 为什么要访问俄罗斯呢 我们说中国之前对俄罗斯的援助 之前我们讲了一些战略资源 一些半导体的零件 一些武器的零件 那么这些物资呢 能够令到俄罗斯的军工企业 能够运转下去 中国的陆军司令会管这些吗 不会管 如果说中国接下来准备 成建制的把武器 就是成这个武器的成品 不再像过去一样给零件了 用完整的产品来援助俄罗斯 那么这需要陆军司令出席吗 也不需要啊 这是中国解放军 这个后勤不管的事情啊 那么所以说 这是中国解放军的陆军司令 为什么访问俄罗斯 外界有很多猜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的媒体呢 对此大张旗鼓的报道 而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呢 对此基本上没有报道 中国的媒体呢 也没有报道 这就形成了一个 俄罗斯一头热 而其他国家都很冷 这样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如果说陆军司令 访问俄罗斯的话 那么中俄双方在陆军司令 所管辖这个范围之内 要合作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中国直接向俄罗斯派出军队 来帮助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 取得胜利 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目前我所看到的 或者可见的将来看到的 这种可能性是零 是不可能的 那么陆军司令访问俄罗斯 恐怕象征意义 大于实际的意义 但是俄罗斯很需要 这种象征意义 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 普京现在到处访问 到了一些过去前苏联的 加盟共和国访问 甚至呢 还有消息传出来说 车臣的部队呢 准备随时要加入 这个俄乌战争 其实这种做法呢 更加显示了普京 无论是在兵力上 还是在军事武器上 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缺 你像访问一些中亚国家 你像阿塞拜疆 你让他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不是说没有 也不是说不敢 毕竟阿塞拜疆 跟国际贸易 跟国际经济的联系并不大 他要真是援助俄罗斯的话呢 西方国家也拿他 没有什么太大的办法 但是问题是 阿塞拜疆自己本身的 军事力量就有限 他对俄罗斯的援助 我个人认为 不会大于北朝鲜 对俄罗斯的军事援助 所以说普京这样的访问 包括连这个车臣的部队 也搬出来 我之前讲过了 车臣的部队 早就参加了俄乌战争 并且在战场上 被打得一塌糊涂 最后才撤走了 如果说普京 连这个阿塞拜疆 连车臣这种军事力量 唯不诸道的这种作用 他也要重视的话 这说明 普京现在面临一个 巨大的压力 就是如果俄乌战场上的局面 再不改变 俄罗斯的整个战线 很可能会崩溃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中国陆军司令访问俄罗斯 最起码让普京给外界 给他这些小兄弟看到 中国跟我站在一起 陆军司令都来了 你们觉得中国接下来 会怎么样援助我 但是你说中国真是会派 中国军人到俄罗斯参战 我个人觉得完全没可能 哪怕是像当年韩战一样 派出中国成建制的军队 但是是以这个自愿军的方式 进入这个俄罗斯 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毕竟如果中国有这个胆量的话 中国现在就已经 首先可以做一点 就是把成建制的军事武器 输送给俄罗斯 如果中国连这个都不做的话 连武器都不给的话 何况是人呢 除了李强 还有这个中国的陆军司令 访问俄罗斯之外 其实中国最近 还有一些高官访问俄罗斯 比如说国务院的副总理何立峰 何立峰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经济专家 也被认为是习近平 在中国国务院当中 最具体的一个代理人 何立峰访问俄罗斯 什么时候访问的 访问了多久 谈了什么 媒体一律没报道 除了何立峰之外 还有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也是副国级 等同于国务院副总理 这样的职务 陈宜琴等副国级官员 接连访问莫斯科 那么我们从这里 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就是今后美国 不管谁当总统 中俄之间的合作关系 不会改变 这是基于什么呢 这是基于习近平 已经把美国设定为 中国最终要打败的敌人 把美国设定为 有可能威胁到 中国的战略安全 国家安全 这样的一个对手 既然这个对手的目标 已经设定了 而美国又不会改变 对中国的外交立场的话 那么所以 无论川普还是贺锦丽 这两个人 谁当选为美国总统 2025年开始 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大家不要以为 贺锦丽的副总统候选人 沃尔茨是一个亲中派 他就能够影响 美国的对华政策 影响不了 他充其量在行政 比如说在国务院 执行某些政策的时候 可以来个釜底抽薪 美国的外交政策 一向有一个最大的因素 决定的因素 就是美国的官僚体系 美国这些官僚体系 基于美国的 国际战略利益考虑 他们是不会允许 任何一个政党的总统 改变他们的对外政策 总统有没有权利呢 有 但是他必须要跟 华盛顿官僚体系 要达成一个平衡 达成一个共识 那么以现在目前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 这两党在对华政策方面的 一致的看法 所以无论川普或者是贺锦丽 谁当选为美国总统 都不会改变对华政策 而美国呢 最近也在密锣井鼓的 正在准备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美国的空军高级将领 向这个智库透露 美国空军正在策划 一次大规模的新型的演习 重点是从美国的本土 阿拉斯加 关岛 还有夏威夷 迅速调集部队 建立西太平洋的空中力量 这位美国高级将领是谁呢 是美国空军参谋长阿尔文 美国空军参谋长 在空军的系统内部算二号人物 一号人物呢 是美国空军部的部长 所以说阿尔文向这个智库 透露了这个消息呢 就说明美国现在 对于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 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 就是空军已经制定了一个 迅速把美国本土阿拉斯加 还有关岛这些空军力量 在短时间集结 集结干什么 对抗中国的军事威胁 什么叫对抗中国的军事威胁 实白说就是跟中国发生一场战争 所以我们从这些美国政府的信息 包括中国跟俄罗斯政府交往的信息 我们只能说 2020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我们未必 现在就可以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 但是无论谁当总统 美中之间的冲突肯定不会减弱 甚至会更加危险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 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